前镇科技园区更新老旧厂房 新建两栋标准厂房与一栋联合办公大楼 23日由经济部长王美花 高雄市长陈其迈与立委赖略龙 林黛化等在地民意代表贵宾一起接牌启用 请接牌 前镇创新大楼正式过程启用 经济部长王美花自此时表示 改造了55年悠久历史的 前镇产业园区三栋建物 增加园区的容积率 也更有利于建筑物及硬体更新 兼具永续、现代化和环保的精神 因为这一个前镇园区已经有55年了 原来的标准厂房非常旧了 可是我们里面的厂商 其实都是科技厂商了 所以当时我们加工出口区就想说 怎么样来对这个地段这么好的地区来做更新 那非常高兴行政院支持我们 所以我们争取到24亿元 那等于是把旧的厂房拆掉 那我们这一次就是有三栋建筑完工 那这个包括厂房、办公大楼、停车的空间 甚至停车空间的一半也可以做厂房 市长陈其迈表示 前瞻大楼在2019年担任副院长时 他曾参与动工剪彩 三年完工启用展现效率 透过地方政府和中央厂商合作 如期如值的完工将进一步带动高雄产业要升 我记得是三年前我当行政院副院长的时候来这里动工 那很快的加工出口区同仁的努力跟经济部的支持 那三年内就完工 我想这个是一个典范 也是老旧工业区或者是科学园区 更新的一个创新的一个做法 不仅让它的容积增加 那设备也增加 那这个都会对厂商来讲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 那像以前正科技产业区 他其实离港口离机场就是最近的 那所以在地理位置也非常的优越 陈其迈强调投资高雄价格时 在中美贸易战或者全球供应链重组时 高雄要抓住这个历史基运 打造高雄成为全球先进半导体制成的中心 与亚洲的高阶制造中心 sociował 欢迎您等了